原番寸式 来 老师这边介绍一下 原番寸式 首先老师先介绍一下 标准式 老师你再强调什么叫原 原的灵魂是什么 原型啊什么 半径 所以说你去幻想一下 如果说老师以这点为原型 半径式 麻烦你画出一个原 出来这样行不行 那老师想请问一下 这原有什么特征 只要一个点在原上 你在乎这个点在哪吗 不在乎 只要这个点在原上 比如说有个点叫P点 这个点在原上 那老师就可以知道 这个点到原型的两点距离就是自己半径 就出来了 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什么叫原 只要一个点在原上 这个点到原型的两点距离 也就是限到OP的长度一定是起R 这样行不行 这时候知不知道原型 迟到 知不知道半径 知不知道P点 迟到 这个点距离公式行不行 像这种写法 我们就称为原的什么是标准式 所以说什么叫标准式 只要看到像这种平方加平方等于R平方 像这种写法就是原的标准式 这样行不行 那老师想请问一下 好吧 我们复习一下刚才所讲过的观念 这标准是怎么来了 换句话说 只要一个点桌标SY 这SY只要在原上 这SY到这原型HK 这两点距离就等于半径行不行 换句话说 只要一个点桌标SY 到这原型的两点距离 会等于半径 它所形成图形 就会是圆 这样行不行 好 像问题来了 所以说老师刚刚讲过 以后只要靠平方加平方等于R平方 就称为圆的标准式 对吧 那我现在想请问一下 看到一个标准式 怎么样去把原型半径把它写出来 其实很简单 你就令它为0 令它为0 把这边单做是0 AK是几 H 把这边单做是0 Y是几 K 行不行 所以说得到原型是几 HK 半径呢 把这R平方开根号 就是几 R 这样行不行 所以说以后只要看到一个标准式 就令它为0 令它为0 原型坐标是几 HK 半径是几 R是出来了 比如说老师举个例子好不好 比如说你看这边 以后只要看这种平方加平方等于R平方 我们就称为原的什么是标准式 那老师想请问一下 原型是几怎么算 你就令它为0 AK是3 令它为0 Y是几 复2 所以原型坐标就是几 3 复2 这样就好了 半径呢 把这二数 开根号就是几 5 这样行不行 可不可以 K号 所以说我现在教大家一件事情 看到一个标准是 把原型半径把它算出来 这样行不行 那我实际上反问一个现象 假如说我今天告诉你 原型是1-2 半径是3 麻烦你写出标准4 这样行不行 那怎么写 麻烦你抓住要求用减的 所以说原型坐标是几 1-2 麻烦你用减的 把AK减掉12平凡 加上Y减掉-2 Y加2平凡 会等于半径四季 30平凡四季 9是出来了 所以说麻烦你就直接 AK减掉12平凡 加上Y减掉-2 Y加2平凡 等于半径四季 30平凡四季 9 这样行不行 所以说我到目前为止 我给一个标准是 求出原型半径 我给原型半径 求出标准是 这样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 到这边麻烦你 去把它整理一下 好不好 我们点一下再继续 OK 好 刚才老师给一个标准是 求出原型半径的 也给一个原型半径 麻烦你列出标准是 有没有看到 好 问题来了 麻烦你这可不可以乘开 可以 可以 它乘开之后得到 s平方-2s加1 同理 这可不可以乘开 可以 它乘开之后得到 y平方加4y加4 有没有看到 所以我把这整个字 整理一下 可以得到s平方加y平方-2s加4y 把这些数字整理一下 便减9等于0 有没有看到 所以说我把这个式子 盛开之后 整理得到这个式子 有没有看到 之后麻烦你 我把这个地方叫做 租 我把这个地方叫做 e 我把这个地方叫做 f 这样行不行 所以说我这时候 我可以得到原的一般式 什么叫一般式 写出来像这样子 s平方加y平方 加上数s加1y加f等于0 像这种写法 我们成为原的一般式 这样行不行 换句话说 最低什么叫标准式 像这种配方 配合叫标准式 把这标准式 乘开来叫什么式 一般式 这样行不行 各位 可以好 所以说这样子配方 配好叫做标准式 把标准式乘开叫做 一般式 这样行不行 好问题来了 老师想请我一下 看到这一般式 原心半径怎么算 一样 麻烦你算原心半径的时候 麻烦你代公式好不好 抓住珠 抓住e 抓住f 这样行不行 原心式起 把这珠1 去2 加负号 所以说原心可以写成 负的二分之珠 负的二分之一 这样行不行 半径勒 半径的二分之一 根号 把这珠平方 加上1平方 减掉 4f 这样就好了 比如说 你看一下 我们这边是有一个一般式的 这叫珠 这叫1 这叫几 f 对吧 原心呢? 一样 把这珠1 也就是xyd 番 把这xyd 番 除以2 加负号 所以说把这两个除以2 加负号 除以2 加负号 1 除以2 2 加负号 负2 行不行 所以原心是负的2 分之珠 负的2 分之1 把这珠1 除以2 加负号 这样行不行 半径勒 半径勒 2分一根号 把这珠平方 加上1平方 3 减掉4f 使出来了 所以把4 加16 减掉 -16 加16 算出来 36 6 乘3 2分之1 3 使出来了 可不可以吗? 很多同学问 老师你在干嘛? 其实你去看一下后 刚才老师讲过 我给一个原心 给一个半径 我去得到标准式 我把标准式 成开叫一般式 对吧? 就我把这一般式 代公式去把原心半径找到 这原心半径 和我一开始 原心半径 有没有一样? 有 有没有看到? 所以说 不管这个标准式 还是一般式 他们都是圆嘛 这样行不行 只是一个配方 配得好 一个把它结案 成开来而已嘛 这样行不行 而且他们算出来 原心半径 都还是一样 有没有看到? 所以到这边 麻烦你把整个观念 整理一下 我们再看底下 练习的地方 OK? 好 我们看看这题 我这边给你两个标准式 麻烦你去把原心半径 算出来 怎么算? 第一件事情 麻烦你令他为0 令他为0 令他为0 AK四几 0 令他为0 Y四几 2 所以说原心半径 0 2 半径呢? 把这9 开个号 所以说半径就四几 3 是出来了 第二小题也是一样 我这边给一个标准式 麻烦你把原心半径 算出来 怎么算? 一样 令他为0 AK四几 负1 冰他为0 Y四几 3 所以原心四几 负1 3是出来了 半径呢? 把这16把他抓起来 开个号 所以半径算出来四几 这样行不行? 所以说我这边训练大家 给这两个标准是 把原心和半径算出来 这样行不行? 好,我们再看底下 反过来啦 我告诉你原心半径 麻烦你写出标准式好不好? 怎么写? 麻烦你要刷出要诀 用减的 这边有-2 把它写成 A减掉-2 S加2平凡 加上Y减掉3的平凡 这样行不行? 会等于半径四几 五二平凡四几 25 把它写成平凡加平凡 等于R平凡 重写法就是原的标准式 这样行不行? 第二小题也是一样 原心是2的0 一样 用减的 把I可以减掉2的平凡 加上Y减掉0 Y减0就是Y平凡 会等半径是几 更好7 平凡就是7 7 这样行不行? 好,到这边后 麻烦你 好不好? 刚才老师给一个标准式 求出原心半径 这边给原心半径 写出标准式 麻烦你的基本观念 一定要熟练 OK? 来,我们看一下这题 麻烦你求出原心和半径 怎么算? 首先看第一小题 你观察一下 这什么事? 这一般式 这样行不行? 看一句一般是求原心半径怎么算 麻烦你先找到 珠 找到1 找到F 这样行不行? 原心是起 负到2分之珠 负到2分之1 也就是把这 柱1 却2 加负号 把-6 却2 -3 加负号 3 这样行不行? 把4却2 2 加负号 -2 这样可不可以? 麻烦你半径勒 半径勒 2分之1 36开根号 6 乘上2分之1 算帅半径勒 17 3 释出来了 可不可以? 再看第二小题 一样 看到一个一般式 先找珠 再找一 再找几 F 释出来了 错 麻烦你 要了解一个现象 要成为原的一般式有个条件 我的S方 Y平方这边 系数一定要是1 一定要是1才可以代公式 这样行不行? 那 这边是4怎么办? 麻烦你先约掉4 好不好? 得到S平方加Y平方 -S加6Y加3 4分之33 把大家这边都重吹一起4 懂吗? 知道麻烦你一样 这叫珠 珠是起-1 这叫E 1是起-6 这叫F是起-4分之 33 讲行不行? 所以原性怎么算? 把珠1 除以2 加符号 把-1 除以2 -2分之1 加-2 2分之1 把6除以2 3 加-2 -3 这样行不行? 那半斤呢 一样代公式 等于2分之1 珠平方 -1 1 加3 1平方 6平方 3 36 减掉4F 减掉33 有没有看到 1加36 37 减掉33 4 2 乘上2分之1 所以半斤算帅就是7 1 就出来了 可不可以? 到这边 麻烦你先把这边整理一下 好不好? 那我们现在休息一下再继续下去 OK?